Hello,大家好,我是Lydia老师 学校教期要来了 可是,这不代表说我们的学期已经结束了 在过两个星期大家返回学校时 我们将要面对UASA考试 UASA考试将会是我们的年终考试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考试哦 特别是FORM3的学生 你们的UASA成绩将决定你FORM4的班级分配 我们会是一个理科学生 还是文科第一班学生 第二班学生 还是其他班级的学生 全靠这UASA的考试而决定 所以呢,老师特别的为这甲棋设计的一个甲棋班 在这五天的甲棋班里面 老师特别的配对了一些的课程 帮忙学生筹备即将来临的UASA考试 那我们在课程里会做什么呢 第一,我们会用One Pager的方式 快速的扫描一个单元的重点 第二,我们会做两份到三份的UASA考题 让大家熟练这个UASA的format 老师相信你这整年来在学校 你的老师瞒着教课做实验 肯定没有时间好好的 drill你们的answering technique 回答技巧 所以希望这个五天的甲棋班能够筹备我们这回答的技巧 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面对UASA考试 这五堂课结束后 我们将会有一堂45分钟的免费课 来wrap out总结所有的do and don't in answering questions for science 这个技巧 同学们可以用到form5SPM 那有兴趣的同学们快来报名 让我们充实充实我们的假期 可以筹备我们UASA的考试 所以到时见咯